人家伦这几张背影照 怎么看都像18岁少年一样 满满的少年感 哪里快像34岁的他 身材比例是真协调 穿啥衣服都这么有立体感 感觉他最近好像稍微胖了一点 体重应该不止112斤 尤其从脸上就能看出 不仅满脸的胶原蛋白 并且皮肤状态也是十分的好 比起前一段时间的精神状态 人家伦这次亮相确实更精神了 看起来没有那么疲劳 同时肤色也好看了很多 毕竟春节期间 他也可以在家休息两天 好好睡上一觉 补充睡眠 2023年这一年对于人家伦来说 又是再创佳季的一年 目前五更季 正在拍摄中 新剧《暮色新约》以及《无忧度》 目前还没有定档开播的消息透露 相信在这一年之中 这两部剧一定会与大家见面 一部现代剧 人家伦下了很多功夫 艺人饰演多个角色 还有古装剧《无忧度》 不仅是玄幻题材剧 并且剧情又是非常虐心 人家伦饰演宣夜这个角色 在剧里没有少哭 从目前透露出的花絮预告 以及原著小说来看 这两部剧播出后 一定会让人家伦收获满满 毕竟还未播出 已经让无数影迷很期待了 人家伦曾经说过 音乐可以缓解他的所有压力 所以在他33岁这年 迎来了人生第二张传记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虽然之前在海外唱跳的那几年 他付出了很多 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道 但是却不如人愿 不仅没有圆了自己音乐的梦想 并且那时他是真穷 后来转行当了演员 出演了人生第一部 处女作通天敌人节 谁知道这部剧 被压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播出 对于人家伦来说 也是雪上加霜 他曾经说过 有一年多的时间 都是在家待着 因为无戏可拍 心态也快崩了 这段心酸的经历 也是他一生值得回味的事情 后来凭大唐荣耀 这部古装剧成功出圈 被大众所认识 以为他会一帆风顺 谁知道2017年 他官宣了自己 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 多少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在锦衣之下 这部剧已经在2017年杀青了 2019年与大家见面 让人家伦与谭松岳 也凭这部古装剧一战成名 接下来的这几年 人家伦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工作上 不仅每年都会给大家 带来多部优秀的作品 并且他已圆了上春晚的梦想 还有已经有了第二张 个人音乐专辑 可谓是人生大赢家 2022年已结束 迎来了2023年 无数影迷 左等右等的现代剧 暮色新约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与大家见面 之前有网传 人家伦与杨颖这部剧 会在大年初级播出 由此看来 又让无数粉丝失望了 毕竟这部现代剧 是人家伦 在剧里一人饰演多了角色 不仅在剧情 以及人物情绪变化上 下了很多功夫 并且也是首次 与高颜值女神杨颖一起合作 她的演技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也让喜欢人家伦的影迷 很担心他们在剧里 会不会有默契或者CP感 毕竟 人家伦这一路走来确实 不是很容易 她既没有背景 又没有人脉 所以完全是凭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而脚踏实地的走到现在 喜欢她的粉丝 当然希望 她今后会越来越好 如今 人家伦已经在娱乐圈里 有一席之地 但是她从来不骄傲 也不放纵自己 她很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努力 很快就会被其他人 取代自己 毕竟在这鱼龙混杂的 娱乐圈里 最不缺的就是一人 期待他与杨颖这部现代剧 木色新约 能早日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见面